大家好 我是電腦王阿達 今天為大家帶來 在影片開始前 請大家先幫我這個影片按個讚 讓演算法可以讓更多人看到這個影片 那這次的影片應該是短時間之內 我做了最後一個 AI 繪圖的教學影片 主要是比較進階的東西 認真來講是講不完的 你要多進階都可以 要更進階就是做動畫 或做其他3D模型 而且每個禮拜都要推出新東西 所以阿達在這裡主要是講一些 我是認為比較基礎的東西 如果你學會這些 你去看那些進階的東西 你都看得懂 而不是說我一直在教新的 那老實講 這個頻道真的要改之後 一定會有阿達 理論上這部跟之前Coreland的那一部 如果你有認真看的話 大部分的基礎教學 你就應該都學會了 如果你想要學更進階的東西 建議大家可以去看人工智障的頻道 新東西他都會教 那另外呢我在介紹一個頻道 他大部分都介紹 Mint Jewelry的那個敘述 敘述都不會差太多 原則上都可以共通 所以我覺得大家也可以拿來試試看 接下來的教學 我都會用Coreland為主 本地端啦 原則上跟Coreland幾乎一模一樣 他只有更簡單 因為很多人都在問Coreland什麼東西怎麼用 那話不多說我們直接開始 第一個我們先講到LOLA 阿達在之前影片都已經講過 就是說它是個風格檔的東西 在本地端就很簡單 大家可以去CVTIE 或爆爆臉之類的網站 去下載你需要的LOLA 那這次呢 阿達就用我之前發在Youtube的 鋼彈兩為例 首先啦 你先去CVTIE 然後找鋼彈 那我以這個我覺得還不錯為例 你如果要下載它 你就先按右鍵 然後直接複製網址 那接著呢 來Coreland這裡 因為Coreland它要套LOLA 就相對比較複雜 原則上它跑完之後 不是不能變動 而是說變動呢有點複雜 如果你要下載新的LOLA 或新的模型 你就來這裡 Bash Link Download 然後你就點進來 點進來之後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就有一個連結讓你輸入 你要下載什麼東西 如果你要下載模型 你就先打一個 Hashtag Model 第二行再輸入 爆爆臉 或是CVTIE的一個網址 同樣的方法 你也可以去下載LOLA 跟VA1 原則上模型 我們一開始在執行的時候 我們都已經選完了嘛 就不太需要動 那現在我們以LOLA為主 你看這邊又範例 之前啊 我在研究的時候 它這邊根本沒有寫東西 所以我根本就搞不懂 它這個怎麼弄 那我們這邊就打LOLA 這是Hashtag的第一排 按Enter 那第二排呢 我們就把剛剛複製的網址 直接Ctrl V貼上 貼上之後啊 下面這邊就有一個 Download All 按下去 如果你在這邊輸入的是模型的話 那你等一下在 左上角這邊 你就會看到其他的模型 它就會讓你選 它就會自己列到那個清單裡面去 我剛剛那個LOLA的網址 你沒有在前面下個Hashtag的話 這個LOLA是會跑到模型那邊去的哦 那是不能用的 那我們現在就等它下載 好 大家看它這邊正在下載 0% 然後再跑完 瞬間就跑完 那跑完之後呢 我們現在來 這邊看一下 假設是 女生土華 那我們這裡先看這個 資訊卡嘛 點一下 第一個是PT 我們先不要管 Hyper Network 這個也不用管 第三個就是模型 我們現在只有去玩Mits 如果你剛剛在那邊輸入的是模型網址的話 它模型就會跑到這邊來 那這個就是LOLA 因為我們有指定LOLA 所以它已經跑到這邊來了 你可以按Refresh 剛按就出來 如果你下載了之後發現 東西有沒有 記得Refresh按一下 第二個這個是描線圖的 等一下我也會教到 第三個呢 它是一個光影變化的 這個LOLA加起來是不錯用的 那接下來就要貼敘述 那敘述大家可以來這邊看 那個CVTi這邊 它有一些編人的作品 可以這邊直接點一下 就直接複製它的敘述 完了之後呢 再來我們這裡 直接貼上 然後再點這一個 寫下 讓它自己到我們要的位置 那之後稍微檢查一下 它的敘述對不對 它這邊沒有套到LOLA 那我們來這裡自己加 那大家可以看喔 這個敘述裡面 有這麼多支對不對 它只有一個TRIGGERWORK 是叫R780鋼彈的支 這是沒有錯的 但是它沒有選到LOLA 那我們就來資訊卡這邊 點一下之後來這裡 然後找到我們的LOLA之後 給它選一下 它就會出現在最木方 原則上這個權重啊 我個人建議不要射太高 你先試試看0.5 如果你如果射太高的話 可能就只畫一個橄欖出來 就不是融合的美少女 那我們這樣子完之後 再產生 我們畫出一個 內衣美少女 沒有畫出橄欖 那就是我們權重這邊調太低了 然後這邊給它 是要0.8 所以不OK 沒關係我們繼續畫 只是給它一次四張好了 然後記得這邊的SEED改掉 把它改成副椅隨機 好大家看一下 這樣子這四張 跟鋼彈有融合 就是鋼彈娘 原則上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你可以去加加減減 譬如說現在是0.8 我們就現在改0.7 然後記得說 從此這邊一定要改-1 讓它隨機 不然的話你會怎麼畫都長一樣 尤其是你從別的地方 讀那個圖長進來的時候 這一點要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你覺得這個穿起來太LOW 那你可能就來這邊找 譬如說負面這裡就加一個NSFW 加到負面尺裡面 這樣子它起碼不會露點 那接下來就看一下 那麼愛穿比基尼 是不是被下了比基尼的這個尺 因為它被下了一個叫做BRAFIT 還有多粗胸部 所以它的穿著就會相對的比較性感 我們就把這個尺先拿掉 Stable Diffusion 它有一個特點 就是說 它很容易畫出這種長得非常奇怪的土 這個看起來是整個骨架都變了 像這個就是它的內衣跟權重有下這個命令 我們現在把剛剛那個內衣那個拿掉 那我們再畫一次看 畫完了大家可以看 現在這個土裡面竟然有三張都是腳 而且鋼彈的成分太高 有一個鋼彈娘 但是它幾乎全身都被裝甲覆蓋光了 這就是我們的權重現在目前下太高了 那我們現在就改到0.5 這樣子看大家自己選 這種真的就是蠻浪費時間的 只能你一直自己去試 一直去套權重 好那這一個呢就是LOLA的簡單的分享 那LOLA它也可以套兩個 比如說像剛剛我們這一個 我們還可以再加這一個 它又加了第二個在後面 那你一樣在調權重 原則上的權重我們可以從0.5開始調 你覺得太多或太少 就自己加0.1加0.2 不要一次就調1 有時候會太多 這部分呢就是簡單的LOLA的教學 那接下來 阿達就為大家分享 最近大家可能看過像一些鋼彈啊 還是把卡通人物直接畫成真人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就是用Stable Diffusion 圖生圖的方式下去做 其實非常簡單 那我在這邊簡單為大家示範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是這個真人模型 那我們這邊就直接用圖生圖 那範例呢 我先用這一個 赤木禽子 你先把它匯進來之後對不對 那我們在這邊選這一個 讓AI去判斷 那這一個圖片裡面有什麼內容 好這一個女孩有個籃球 然後什麼之類的 原則上你只要看 有沒有不是你要的東西 他卻判斷出來了 如果都沒有的話 這邊就OK 那接下來就要加入我們自己的敘述 譬如說我們要打算畫成真人的話 好那一樣我們就來阿達網頁這邊 我們把正面跟負面的敘述 都直接把它填上 那填完之後呢 接下來 來下面這裡 因為我們打算畫真人嘛 所以我們的採樣方式要選這一個 選完之後大家仔細看喔 他這裡有圖個寬跟高對不對 我拉的時候他這裡有個方塊 我們直接將 這個方塊把它跟 這個圖片FIT 這樣子你畫出來的東西才不會歪掉 那如果可以的話 你可以把圖畫大一點 反正不是用你的算力 步數你就拉高一點 假設是30步好了 接下來是下面這裡 有一個Denoting 這個就是要不要加入噪聲 原則上啊 預設只是0.75 你如果完全不改的話 我先畫給大家看喔 你看這個圖 他畫成幾乎跟原本的圖 沒有什麼關係的東西 畫完了大家看這張圖 雖然也是個不錯的正面 然後拿個籃球 但是你不會覺得跟我們原本型子差很多對不對 他這個就是因為我們改寫幅度太大 他剩一個帽子出來 所以我們這邊趕快把帽子這個敘述拿掉 就不要有帽子 那接下來呢 Denote的數值調低 原則上啊 不要超過0.5 我建議的就是調到0.2 0.3那邊是最好的 那我們先試試看0.3好了 在一樣的狀態下 只拿掉帽子 我們再看這張圖畫怎樣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個琴子是不是就跟原本的比較接近 但是他還是有點卡通人物的樣子對不對 就代表我們的改寫幅度很太小 那我們就加大一點 有沒有 這個就是一個比較接近真人美女的一個琴子的版本 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你要的話 你還可以繼續再加大一點權重 譬如說像這個要加到0.4 然後一次畫個四照 看一下結果 好畫完了 大家可以看到 這四個版本的琴子 都是真人版的 你喜歡哪一個 就這麼簡單 這是基本的卡通圖 你把它畫成真人 用這種方式去做圖 是最簡單的 就是圖身圖 那另外啊 像阿達自己是有 買那個Mint Jewelry的會員 Mint Jewelry的話 他有個優點 就是說 像Stable Diffusion 他畫出來的圖 常常骨架是跑掉的 或者是會長得非常非常的奇怪 但是Mint Jewelry或Nit Jewelry 他畫的人相對是比較漂亮 但是他比較沒有那麼象徵 像Mint Jewelry的V500有比較好 但是說你如果要畫更有創意一點 像Nit Jewelry 他甚至可以畫一些 非常有動態效果圖片 我會建議說大家如果有預算 就Nit Jewelry先畫一張 然後用Stable Diffusion來改 效果會更好 那我現在舉給大家看 假設我現在把這個圖去掉 然後要我再讀一張新圖 以這張圖為例 這張圖就是我用Nit Jewelry畫的圖 那在這邊我先把舊的敘述 先把它清掉 清掉之後呢 我再叫AI再判讀一次 他就會讀出這個圖片的特徵 那接下來 我們只要在這裡 直接把負面敘述加上去就好 如果是簡單的圖身圖 變化幅度不大的話 這個也不一定要加 但是加了圖會比較好看 他不會長出一些奇怪怪的東西出來 那如果說你不想長像韓星 就把這個K-pop拿掉就好了 好那一樣我們這邊看一下 先對一下圖片大小 對上 那Denose 我們先調個0.3 這也是算4張比較有趣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喜歡這4個 真人風格的哪一個 我們就把這張CG感很重的圖 變成了真人版美女 就這麼簡單 那接下來 還有一個進階的操作 之前大家在網路上說 自從有AI算圖之後 第一個師爺就是小魔啊 還有攝影師啊 比如說我一個穿件衣服的嫁人 那我們直接把它變成真人 可不可以 其實很簡單 那我在這邊教大家怎麼做 那一樣我們這邊選圖身圖 然後選這個Inpen 那我們再點一下 選這個Model的圖 好進來之後呢 我們看到旁邊有一支筆對不對 這邊就是我們的畫筆粗細 那你可以在這邊直接調 調粗一點或細一點 正常來講這個東西要用繪圖筆啊 或者是繪圖板做比較簡單 我沒有的話我只能用滑鼠這樣直接畫 再畫個意思給大家看就好 我們把這個區域 就Model的塑膠的區域我們把它填滿 畫起來之後呢 那接下來就往下看 這邊有寬跟高 大家稍微對照一下 剛剛有講 好 給它fit fit完之後呢 那接下來這邊要注意哦 它這裡有一個遮罩的部分 我們只要重繪的部分我們就選 Boning Mask 就是我們紙畫 我們有畫的地方 我現在留下兩支腳給大家看 那上面這裡呢 一樣要輸入敘述紙 那大家可以填入阿達的許數指標 假設我們這個是女裝對不對 那我們就打一個Girl 那大家不要看說 這個為什麼長這麼奇怪 因為我是我婆娃鼠畫的 所以它就是長得這麼的奇怪 這個東西的應用呢 它其實有很多應用方法 譬如說有的可能是放個衣架 在那邊 然後你再搭配Control那裡去畫 這樣子也是可以的 那你說它會不會取代Model 我老實講啊 如果你是做蝦皮網拍啊 用這個也許還OK 但是如果你是個大公司 你認真在經營你的電商 我是覺得 除非你有把握 你把它做得非常非常好 不然的話 老實說我是覺得有點low 還有另外一種做法 就是說你直接去 用紋身塗的方式 你直接叫那個Model 穿一件白T恤 完了之後呢 再把你自己的T恤 logo 後期PS上去也是可以 這個也是有人做 原則上它的玩法非常多 就看你要怎麼用 如果要好呢 你還是要請個美工 來幫你做這個 如果你自己覺得自己不上下 你把你的臉塗掉 換成AI的臉 也許會更自然一點 只是說 在畫的過程中 可能會有一些 有點奇怪 比如說大小合不起來啊 我長得有點奇怪啊 這些都是有可能發生的 那原則上啊 你說行不行 行 但是做出來的效果 有沒有那麼完美 那我們再說好不好 接下來為大家分享一個 就是說 如何用線圖來做一個甜色的動作 阿達的身邊啊 有很多漫畫家的朋友 他們畫圖畫很快畫很漂亮 但是他們其實有些地方啊 必須浪費很多時間去做 譬如說像上色 那如果說你是會畫線稿的話 你用AI去上色 是非常非常快的 我舉例來說好了 我用Ninji Jory 我直接下命令給他 我下一個畫線圖的命令給他 幫我產一個 只有線圖的黑白圖片給我 就假設是我畫的好了 好 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只有四張 Ninji Jory幫我畫出來的線稿 那我選一張 看起來比較單純 那就是第三張 我們就直接選U3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我們 請AI畫出來的這個線稿 那進PS拉完曲線之後的圖呢 那我們一樣回到圖身圖這邊 然後把這個圖揮進來 這張圖我已經把 信把它拉出了對不對 那接下來呢 我們一樣是丟到圖身圖這邊 讓AI去讀 那大家可以看到 它會判疊出一些文字 然後看一下有沒有 有關於單色的東西 它如果說是單色啊 灰階啊 這些字都要拿掉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可以直接在這邊下 下了它的頭髮顏色 假設我們下Red Hat 紅色的頭髮 粉色的粉 那下完之後呢 來這邊 先檢查一下它的 衣服的圖片尺寸大小 對不對 合的 接下來這邊都重點了 那下面有個Ctrl N 然後一樣我們在 我們剛剛這張圖進來 那我們這邊 Ctrl N要打勾 然後它有一個反射 甜色 我們把它打勾 預處理器不用 我們這邊直接選 Canny Canny就是描邊的意思 因為我們這個是個 單純的線圖 所以呢 Canny直接畫的話 它就不需要再預處理 那我們這邊都已經選完之後 模型 你記得 我們原來是真人模型 你要改成像動漫風的 改這一個 然後 就可以產生 這樣子 大家可以看到說 它就已經有上色了 那如果說 你真的不喜歡的話 那你還可以去做 其他的部分的補充 然後再給它加上一些 敘述值 這邊可以把它調高一點 然後自由發揮 甚至我們模型也可以換一個 原則上你要填動漫顏色的頭 那你就要選動漫模型 大概用這種方法 你就可以很輕鬆 為這種線稿去做上色 原則上 如果你要它更詳細一點 那你就可能要在它衣服 包包 每個地方你都要 另外給它指定顏色 它這樣畫起來 它的顏色就會比較漂亮 原則上線圖就大概是它的上色 好 以上就是 阿達這次為大家簡單做的 一個AI的繪圖教學 希望大家看完之後 能夠學一些東西起來 如果之後有什麼更好玩的 阿達也會另外再做一段影片 給大家分享 我是電腦阿達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呢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跟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在這邊 Pink 2 4 4 3 5 6 5 30 7 8 7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